牛骨髓 你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大兰炖的牛骨髓啊 为什么会这么饱满 因为真的是够新鲜 够新鲜就够饱满 你要是炖到 放到冰箱里面的僵尸肉 你绝对炖不出这种新鲜感来 火后也要掌握好 大火30分钟 焯水的时间的话 就是水开了 焯个一分钟 然后捞起来洗干净 大火30分钟 小火你就给它炖一个小时 最小火慢慢入味 这个有这边有骨刺 看得到吧 牛骨髓里面是不饱和脂肪酸 就偶尔的吃还是可以的啊 不要吃太多 什么东西都是一样的 过量就不行 其实这个牛骨髓是火锅底料炖的 所以不用撒烧烤料 你看这个也很满 缩了一点点 我炖出来的 几乎缩的都特别特别的少 除非我放到冰箱里冻了很久 或者说焯水时间太长 或者说放到常温保存 放了很久 看油弯弯的 常温保存很久的话 它也会缩 给你们看一下大兰麦的牛骨髓 这是横渡的牛骨髓 横渡是牛肉产的老品牌了 宝贝们啊 可以放心的去购买河南的老品牌 持名商标 对不对 横渡有很多地方都开了火锅店之类的 对不对 你们都应该看得到 我们发的牛骨髓是粉红色的 看清楚啊 现前现发都是新鲜的 不是那种僵尸肉 僵尸肉它没有这个血色 没有这个粉红色 所以你们吃起来的话 肯定就是说会缩容易缩 对不对 我们这种不容易缩 很多宝贝问 我们里面填充的是什么 是鸡蛋糕 面粉团子 是淀粉 是猪油 是鱼米 是鸡蓉 是虾滑 纯天然的牛骨髓油 纯天然的牛骨髓油 纯天然的不饱和食藩酸 可以拿出化验 加一法万 是新骨髓油 现在是鸡蛋糕 也很 desserts 这就是鸡蛋糕 每个 后面遍 吃的 吃的 味道 又要用煮不停 你会用饭 对 吃 吃的 吃 吃 吃 喝 吃 吃 吃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红香牛骨髓 两天没吃了 这晚上真是吃一口 就上头真迷糊 看着多满 它就是太烫了 有没有牛骨髓吃出西餐的感觉 嗯 有没有牛骨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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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牛骨髓 有牛骨髓 有牛骨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